第一步 我们先将我们的光线头取下来 取着光线的时候已经要戴干净的手套 防止有回尘进入 然后把风扇关闭 在密封的空间里面取出来 我们先往左边转动 转动一下 往上面顶上去 然后再转动一下 然后就可以轻轻地取出我们的光线 取出我们的光线 取出之后 拿上我们的清洗头 我们的光线 光线头 这里有个红点 红点对的红点 这里上面也有个点 然后对的里面 轻轻地缝进去 往到底之后 固定方法跟刚才的一样 往右边扭一圈 然后再拉下来一点 然后再扭一圈 这样我们的光线头就已经分化完毕 这样我们的光线头就已经分化完毕 然后从我们的焊接枪的枪上 往水管取下来 我们的焊接枪一般都是有两个系水管出来的 找到这两个水管 在接头处 把它拔掉 拿完之后 拿完之后 拿我们的清洗枪 清洗的枪 也找到这两个系的水管 看到原来那两个水管 看到原来那两个水管 然后再找到我们的焊接枪的气管 气管 气管 我们清洗是不用气管 比如说 拿掉 拿掉之后 我的水管就分化完毕 这个气管 开完之后 我帮我们的信推一下 把它密封 然后找到我们的接线的这个接头处 把我们的线 焊接头的线拆掉 装上我们的清洗头的线 也有素了 Doom 还是相当堪 开始开始 转称 那个我信推一下 开了 把这个 这样我的枪头就更换往底了 我们的枪就只换两个水管 两个线 还有开除光线 这个光线一开除之后 一定要迅速的 把这个套好 以后我们来防止定位 好 好 好